法国国民议会 日前以39票赞成 两票反对 三票弃权 通过决议案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法国政府代表在议会中 重申挺台立场 拥有台小组 发起的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 与多边合作论坛决议案 在议会经过两个小时的辩论 辩论过程中左翼政党 不屈法国强力反对 与政方来回反驳 气氛一度紧张 不过最后仍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决议 法国本届国民议会 四年半来 共有298件提案 其中绝有54件进入审查投票 37件通过 有台小组提案 成为通过的决议案之一 实属不异 况且这是继法国参议院 5月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 决议案后 另一项力挺台湾的决议 具有历史意义 以我们团所参众两院 都通过的一个决议案 非常感动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 台法关系的一个突破 对于法国各政党相挺 总统蔡会很表达感谢 并强调会继续努力 把握机会 让台湾与世界接轨 中文字幕提供